DSE放了榜之後 狀元就沒有以前那麼多 不過狀元似乎都是喜歡報醫科 今天就跟大家說一說陳年往事 說一說我讀醫學院的時候 一點點滴滴分析一下 為什麼這麼多讀書聰明的同學都喜歡報醫科 我們那年代其實有一句說法 就叫做法四師 就是醫師、工程師、會計師和律師 這幾個專業人士當年都是相當吃香 其實報這幾科的人都相當多 又不是最厲害的那些 考了A的狀元全部都報醫科 隨著時日推移 慢慢好像律師就沒有以前那麼吃香 有一段時間律師都挺難做 尤其是那些經濟差、樓市差的時候 都很多人又說失業 慢慢好像是剩下醫生的收入 都仍然是相當之高 入職的時候高 幸好的話 出來之後做私家 變成星球人、月球人 分分鐘有機會 我想這個都是相當之主要的原因 就是很多狀元喜歡報醫科 我覺得這件事都無可口非的 就是大家都是力增上游的 是不是 那我自己也是 就是我出身寒美 無疑就當我做了醫生之後 生活上就真的有很大的改善 那有些人就經常說 這些香港人就很糞便 都不是計自己興趣的 就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喜歡做醫生 個個就是醫科 香港人有個看法 比如說好像來到英國那樣計算 那有些人就有的印象就覺得 啊 外國人就不會計算這些了 其實我覺得 就是以我觀察 那我來了這裡 不是很長時間 那我女兒就回了 餘課書院都一年了 那應該說 其實英國都很多 就是年輕人是想做醫生的 就是希望呢就有一個好一點的社會地位 希望呢就有個收入高一些 那其實那個目標呢 跟香港人都是一樣的 那你純粹說從那個利益來計 那有些人就會經常想 一個月就賺幾百萬 那樣之類的那些 或者一百幾十萬都閒閒的 那這件事呢 又未必真是那麼容易 說個個都做到的 很多醫生都是一般中產的生活的 那我想大部分都是 就是小部分才是星球人月球人 那我記得有個客人 那就是他兩夫妻 他就有一次來看醫生 那又說 我兒子進了這個醫學院 就進了中大醫學院 做了你私底 他就說 翌日就叫他來 就請教一下你的師兄 就是請教一下這些問題 就是想問我他問什麼 他想問什麼呢 好笑啊 他說想問一下我呢 就說怎樣呢 不像我這樣做家庭醫生 他意思是想做 就是星球人月球人 就是你說純粹為了利益 去讀醫科 那因為你付出的代價 都相當大的 那讀的時候 又相當辛苦 那就training的話 那你做個專科 就是快速的那些 起碼都六七年 那慢一些那些 可能十年 十鬆些年 那才完成 有些經驗 可以出來私人執業 那如果你真的不是很喜歡做的話 那或者不是你最想喜歡做的東西 那如果後悔就真的不是很好 那我幾時都贊成人做醫生的 不過我始終都覺得 又未必個個都適合做 那另外一個原因 如果想入醫科 那就是一般人會覺得 入讀醫科很難 最難入的那些 那我就挑戰自己 那就是我這麼聰明 那麼聰明 我當然要選最大最難的那些來做 那就是才有挑戰性 才能夠證明自己的能力 說回一點陳年往事 那我們讀醫學院的時候 那時候就分臨床前期 和臨床期 臨床前期 做一些健康的狀態 就是正常生理狀態那些 比如解剖學 生理學 那臨床期就出醫院 就真的就是看一些有病的情況 看病人 那臨床前期的時候 我記得有個解剖學的 lecturer 有個講師 那他是醫生來的 那他選擇了就不做醫生 那反而就去解剖學 就教我們 有一次就是大家 就是一堆同學仔 圍著去聊天 那他就問我們 喂 你們做醫科的原因 為什麼讀醫科 為什麼選醫科 那我們的答案 就跟現在的狀元差不多 那很多人就說 我想幫人 我想救人 就是那些standard答案 他那個說法 當時我就不太明白 不過現在我就開始明白了 那他意思就是 就是說 現在其實 就是醫生做的事情 很多時候都是跟著一些 就是prolocal 跟著一些既定的方案去做事 就是比如說 有這個病 有這個病徵 有這樣的情況 那你怎麼做呢 其實呢 就比較 就是多數都是跟一些prolocal 已經既定的程序 就來 如果這樣就這樣做 這樣就這樣做 那如果再再見 再做了之後 有這樣的結果 又敢做 那通常就是這樣 那中間呢 其實就不是很多 給你去 去 比如說 你做一些 新的事情 做一些 創新的事情 不是很多 你的想法在裡面 因為很多人 想讀醫科 就覺得自己是聰明人 這樣 想證明給人看 這樣 那我覺得 就讀醫科 都是聰明人聰明 讀書起碼很聰明 但是是不是這個社會裡面 最聰明的那層人呢 那我就覺得 有少少保留的 我覺得聰明人的定義 應該會有一些 很創新的想法 有這樣的膽量去嘗試 去探索一些未知的東西 肯去面對失敗 有那種冒險精神 那些人 譬如是 Steve Jobs Elon Musk 醫生呢 其實反而 不是那種 那就是比較 其實應該 是比較保守那種 那當然 這個也很合理的 那你做醫行的話 那你都不想說 見到一個醫生來看 就告訴你 我昨晚有個新的想法 即是你明天要做的手術 我想了一個新的方法來做 那我不如 我明天就在你身上 嘗試這種做法 看看好不好 大家不想這樣 那醫生呢 就因為人命關天 他做事呢 要跟一些既定程序去做 那些既定程序 就已經做過了研究 那安全係數是很高的 那起碼保險先 就算未必很創新 但起碼安全程度 對病人來說 是最好的 那這個其實是無可口非 另一個方面來說 這種模式 就限制了個人的想像力 那種創新的能力 那樣 所以我覺得 醫生的角色來說 就說 其實應該說 他比較上 是保守的人 去做 就會比較OK 那但是你說 是不是 他就是最厲害 那種人 唯一就是最厲害 那種人 我覺得都未必 一定要讀醫科 所以如果同學 真的成績很好 又覺得自己是厲害的人 其實我覺得都未必 一定要讀醫科 我自己作為醫生 我覺得自己是有點盲點的 那因為你經常看病人 你以為這個世界 就除了病 醫療的東西最重要 其他東西就不重要了 那有時候都很下意識 有這樣的想法 那我又想起 以前我們做學生 醫學生的時代 每個醫學生都要去一次 喜寧洲 即是戒毒 那裡 看一看 那裡戒毒的情況 了解 戒毒那些藥物 當年 負責那裡是一個 英國的醫生 他好像在Manchester 那裡畢業 上到島去見這位醫生 他會跟我們上一堂 上個Tutorial 他穿著一件 爛爛的T恤 穿著一條短褲 穿著一條拖鞋 我記得 就跟我們上了一堂Tutorial 我就很印象 很深刻 他說過一件事 就是說 他說 其實這個世界 不只是病人 他說這個世界 其實沒有病的人 是多於醫院裡面有病的人 那我覺得他說 其實都幾有道理 所以我經常都提醒自己 要從另外的角度去看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除了需要醫生之外 也都需要政治家 需要藝術家 需要文學家 每個人都有他的角色在這裡 如果你做得好 全心全意去做的話 一樣對人類有很大的貢獻 講一下都不知道說了什麼了 大家不要介意 就是亂吹水 不知道大家對這些片 有沒有什麼意見 喜歡不喜歡也好 就歡迎留言告訴我 還有記住記住 就按訂閱鍵 很多人都還沒有訂閱的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就支持一下我 記住現在就按訂閱鍵 好嗎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